敌人杰的这一次削弱,我真的要感谢策划,你真的是太聪明了,之前我一直听说过一个成语,叫明学暗增,而这一次官方把敌人杰就给明学暗增了,让我有点始料未及,而他的出装也会有很大的改动,视频的最后会讲到,大家记得截图保存,为啥我说的是明学暗增,看完这局比赛你就明白了。 大家看到没有,我清理兵线的速度都比之前快了,领先对面的后裔足足两个小兵,腾出手来直接对他放第一技能,然后开启普通攻击二技能直接输出,拿下第一笔血,后面辅助和法师过来,我们直接开启狂暴,开启一技能对他们两个施加同样的伤害,同时回头普通攻击二连击破,然后再次释放几个普通攻击,我的天哪,前期一级我们直接三连决胜了兄弟们。 之前我们一直出的是法球流的出装,但是大家不要忘了,我们的敌人杰是一个射手呀,他出暴击攻速装,一点都不比法球流弱呀。 像是这一波,对面的后裔回来了,我们直接和他硬钢,我现在三级他二级,刚刚三连决胜的我,拿下他们两个不是简简单单吧? 一个普通攻击,完了,复活回来,我们还是一条好汉,这时候中路又过来支援了,二技能打退他,李白也过来凑热闹,想清理兵线,怎么可能呢? 杨玉环又回来了,来个一技能扫射攻击,回头定,定住李白一个普通攻击,拿下,这边杨玉环过来直接扫圈,记住现在的时间,两分钟四十六秒,七杠一的战绩,兄弟们先点赞后关注,下一次找出装的时候不明。 回头我们又来到了中路,李白突然闪到了屏幕之外,但是我们狄人杰的攻击距离很长呀,几个飞镖拿下他之后,回头攻击辅助,三镖让他领了盒饭,三镖的时间不出一秒,简直是很离谱。 接着狄人杰又来到了野区,简直是哪哪都有他,遇见了对面的大桥,二话没说,飞镖上,眨一下眼,大桥没了,回头定住李白,二技能转个圈,眼睛一闭一睁, 一白没了,回头,人杰被定住二技能解控,一技能顺发,后翼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没了,还没完,走着走着遇见马超了,两个普通攻击四连超完了,兄弟们,这伤害你们还瞧得这样眼光,我出这套出装的时候我都被震惊了,这伤害简直离谱,暴击几率非常的高,几乎每一下都是暴击,最关键的是他完美避开了这一次的削弱, 没有一丁点的把球伤害,兄弟们,这就是加强呀,仔细看,你再看他的攻击距离,离这么远,李白照样能领和,这就是南板加罗,而且带减速碰击,我们又来到了上路,先攻击杨玉环,大半血的他,两发普通攻击,直接没,这边大桥,一个普通攻击,直接没, 马超还想减强攻击,两发普通攻击,直接没,这不又是一个三连决胜吗,简简单单,随心随意,伤害巨高,关键还没有到点,来到十分钟,一发普通攻击的伤害,看见没有,1882,关键是一秒钟之内,我们差不多能打三发, 杨玉环这样的对比,根本就撑不过一秒钟,十秒,况且就算打不死,我们的敌人节还有大招定住他,让他回家简直不要太简单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敌人节神装以后的表现,敌人节孤身一人来到了对面的高,看见杨玉环开始攻击,三发普通攻击拿下,大桥也是三发,再看李白只用了两发,这边后翼开始攻击,我们开启狂暴,先把马超给上, 接着对着后翼,又是一发普通攻击,两千多的暴击,兄弟们,放在射手里面,攻速这么快,已经算是巨量伤害了,一秒三发普通攻击,已经够了,游戏到此结束,想必大家也已经看出来这一套出装的强弱了,这一套出装总结一下几点,不法球,纯暴击,伤害高,一秒三个平A,秒敌人,下面我就来公布一下这套出装,